杨幂曾说过小糯米是意外,我只能陪小糯米到5岁,真是应验了那句话。 12月22日晚,杨幂工作室发文表示,杨幂与刘凯威已经离婚,并且已于今年签署协议,结束了两人将近5年的婚姻生活,并且还指出虽不再是夫妻关系,但是今后还会以亲人的身份抚养小糯米,同时以朋友的身份祝福彼此。 细心的网友或许看得出,此次发布声明是在杨幂、刘凯威二人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,而二人实际上早就冒合神离,今日突然公布,一定是选择了对二人工作影响最小的时候。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,细子无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,杨幂曾在谋访谈节目中自曝,自己当时怀孕是个意外,不在自己的计划范围内,既然已经怀孕了,就要对这个生命负责,对自己负责。 大家都知道,杨幂是很独立的一个女生,她曾坦言在感情里女生还是要做自己。 12年,杨幂选择在自己事业的上升期公布恋情,当时让很多人表示不理解,因为很少有一人主动公布恋情的,这样会对自己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影响,在杨幂最好的年华,她结婚生子。 前段时间,杨幂接受采访时,提到女儿小糯米时调侃道,我只能陪她到五岁。 原来,杨幂的女儿小糯米虽然只有三岁,但是开口说话都是讲英文。 视频里有一段,是杨幂比划柱说,自己抱住小糯米在煮鸡蛋,不到三岁的小糯米在她怀里竟然开始一脸认真的和鸡蛋聊天。 嗨,鸡蛋,你准备好了吗?我等住吃你呢?说到这儿,杨幂宠腻地笑了,随后又有些紧张地低下了头,吐槽自己的英文水平,说现在女儿讲的有些词已经听不懂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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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